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项楚 四川大学教授 中国著名的敦煌学家 文献学家 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 涵盖了语言学 文学 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 尤其是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使他享誉国际学坛 项楚撰写出版了敦煌文学从考 王范智诗教著 韩山诗著 敦煌辨文选著等多部学术专著 他精于教刊考据 擅长融会贯通 在研究中融语言 文学 宗教与一卢 形成了独具的智学特色 《相处与敦煌结缘》是因为一部叫《沙漠宝窟》的电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还在中学当老师的相处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要为这部讲述《墨高窟》的电影撰写剧本 因此在敦煌住了半个月 那个时候敦煌没有游客 也没有外人去 我们与世隔绝 看不到电视 没有电话 没有报纸 所以一心就铺在那 那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 工作人员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但是他们却拿着三把钥匙 可以打开所有的洞窟随便观看 在电影写出来倒是其次 主要是敦煌就从此在我心里 就升到灯吧 为电影撰写剧本的经历 让相处对敦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相处发现 自敦煌墨高窟藏经洞打开之后 敦煌遗书中的大量精品流散到国外 国内不足万件残余 虽经前辈学人多方查找与抄路 中国学界能见到的东煌遗书仍很有限 由于文献资料短缺 严重制约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国内的东煌学研究 整体上比欧美日本等国有一定的差距 当时有一句话就是流传很广的 这句话讲 敦煌在中国 引旧在外国 或者说引旧在日本 相处来到四川大学任教后 他开始撰写文章 探讨敦煌文书的问题 由于条件所限 相处看不到敦煌卷本的照片 只能根据别人发表的论文做分析 和考证 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文章竟然引起了 北京学术界的关注 纪仙林等学者 不遗余力地支持相处的研究 你有什么困难 你需要什么资料 你就来找我们 中国的学者 迫切需要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 证明自己在东煌学 这一领域内的地位 在学术与民族自尊心的双重压力下 相处选择了东煌学中难度最大 也是学术界一直以来很少有研究成果 发表的东煌俗文学研究 他开始撰写 王范之诗教著 王范之是隋唐之计的师僧 包括日本的学者也好 很多问题他们解决不了 王范之是隋唐之计的师僧 在正史上 王范之只有灵星的记载 家世生族年月都不详 或许是许多人脱名的集体创作 全唐诗中甚至一首都没有收录 直到东煌洞窟发现 才有大量的诗歌面试 他的诗使用唐代俗语 幽默戏谑 与人们熟知的唐诗风格全然不同 颠覆了大家对唐诗的认知 这个楚词 唐诗 宋词 这个是一个主流的文学 但是一些通俗的文学的话 以前的话它是没有地位的 但是我们去看灯王写本 有大批的熟文学的东西 熟文学的东西在里面 他的语语应该是 让我们知道在精英阶层之外 还有这样一个 就是以王帆志为代表的 这样一个群体 在唐代从事创作 这个白话诗派和文人诗歌 是分庭抗理的 如果你不了解 研究唐代的白话诗派 你就没有掌握唐诗的全貌 城外吐馒头 献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 墨咸没滋味 这首诗把粉种 比喻成土馒头 用黑色幽默的方式 感叹了生命 终将逝去的自然规律 首先是认字 真况它是手写的 有大量的俗字 另外它的内容 王帆志是和佛教 很多的联系 所以它大量的宗教性的内容 在相处老师之前 有一个学者 他作了一本王帆志诗 就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功夫 把很多诗的字认错了 认错了以后就引起一诗的 完全不一样 为了教主王帆志的诗歌 相处开始通读大藏经 积累与佛教相关的知识 一万多卷的佛教典籍 能够通读下来的学者 屈指可熟 另外相处还埋头通读了 五代以前的正史 经部和子部的许多著作 全堂诗等总集 太平预览 本是供查阅的 他也逐条读完 这就等于分门别类地 读了许多古艺书的残文 在这个基础上 在旁极别的杂著 乃至某些叫偏僻的著作 我就有这种精神 我认定了 我就一定要解决它 它的著是跟别人的不同 不光是把这个字认出来 还要认识这个字的 佛教意义在哪 它要从意理上 思想史的角度 去研究这些内容 王藩志诗教著出版后 曾经批评过中国学者的 日本汉学家 陆史一高说 对其极周详精神之志的注视 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 这部书成为了研究王藩志诗最详尽的著作 曾经有研究生问相处 你肯大不投的书 花上两三年时间通读大藏经 难道不觉得枯燥 读完以后 究竟又有多大的收获呢 相处回答说 你如果要研究中国古代学术 趁着年纪还轻 下决心坐几年冷板凳 读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 因此一定要带着满脑袋的问题去读书 在读书中搜集解决问题的资料 并且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 使已有的知识彼此搭桥 如此往复不已 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智学领域和智学门境 向先生长期从事中华文化 特别是我们还有蜀文化 东黄学 长期的研究 几十年如一日 应该说在带领学科的发展传承方面 他自己应该说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2019年4月 相处赵立耀给新入学的研究生做讲座 在四川大学 学习文学的学生都要听相处先生的课 他就是多元一体 我们通常说 他在黄河流域或者中原地区 产生了这样的中国悠久的力量 他就脱离了 世人的通常的生活的轨道 向老师不喜欢那种夸夸其谈 如果你突发气象有一个问题 你问向老师 有可能会受到向老师的批评 因为你发现问题之后 你要去求证 因为查阅微信资料 目前的研究现状是什么 向老师然后才能给你具体的建议 现在好多其他学校 包括川大 好多从事这方面都是他的学生 他也是我们四川大学的杰出教授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 教授的最高荣誉 正是基于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贡献 尤其是在利德树人 培育接班人这些方面所做出的工作 在多年东皇学与佛教的研究基础上 四川大学成立了俗文化研究所 和中华文化研究院 相处任院长 引领学者们打通如是道的研究壁垒 用更为宏观的视角俯瞰中国文化 相处的研究也已经超越了异文学科 而是对中华文化与民族性格的诠释 中国文化的这种大智慧 是一种宝贵的经验 如果我们向中国文化 这样的包容性能够走向世界 大家能够接受 那么很多的从这个全球的智力来说 它是一个大的贡献 徐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 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 已经在讲台上任教了半个多世纪 他以五十余载学术人生 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 深挖中国史学理论 有力驳斥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学界中曾有的 中国史学只有叙事 没有理论的观点 出版著作唐代史学论稿 中国史学散论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史学制 中国史学史纲 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论级等 一九五九年 徐林东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就读 回忆起早年的求学经历时 徐林东最深的体会是幸运 今天自己能有一点点成就都离不开老师 确实这样 他师从白寿仪 赵光贤 何兹全等诸位先生 特别是赵光贤先生 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是他辅导的 题目是论春秋时期各族的关系 不过那时的徐林东还不知道 本科阶段的这篇论文会一直伴随他此后的人生 1964年9月 徐林东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学地 这个时期他就史记 汉书的评价标准问题进行了探索 着重思考两部史著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认为应当把历史观的比较及评价 与编转学的比较及评价区别开来 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也不能相提并论 1968年 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 徐林东来到内蒙古 在通辽诗院任教 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民族大学 到了通辽诗院 在那里一带就是13年 当然很艰苦 有时候我想想 那种寒冷 我记得有一个冬天最冷的时候 零下29度 这单间一铺炕 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其他空间放个办公桌 放两个书架 肯定就没有地方了 吹火炕也很危险 如果那个煤没有烧尽的话 有时候会一样化碳中毒 所以几乎每年冬天 都有人中灵气 但是 徐林东没有放松学习 他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编辑了鲁迅论历史 撰写了十几篇连载文章 哲理木历史纵横谈 发表在当地报纸 哲理木报上 他还把本科论文的草稿 也带去了内蒙古 白天劳动或者上课 晚上不忘继续整理自己的论文 身处少数民族地区 民族关系对于徐林东来说 不再是抽象的历史概念 而是切身的体会与思考 关键还是在内蒙古十三年 在民族地区 深深感到民族关系的重要性 如果说处理不当 在现实当中会造成很多的困难 1981年 徐林东身上发生了两件大事 他的本科论文 以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的题目 在《学习与探索》杂志发表 时刻这篇论文的出稿 已经过去了17个年头 在这十几年中 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思考 愈发成熟 第二件大事是 他被调回母校北京师范大学 留在曾经的导师白兽仪身边工作 也在白兽仪的影响下 继续深入对民族史的研究 徐林东较早提出 把历史学的理论划分为 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 20世纪80年代 学术界曾认为 中国史学只有叙事 没有理论 或是用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为标识 来衡量中国古代史学 是否有理论的存在 这种看法给了徐林东很大刺激 我们有如此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 怎么会没有理论 徐林东决心研究 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 而研究中国史学理论 必须以扎实的史学史研究作为基础 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 旁征博引 内容深奥 令许多学者幻而劝布 为了深入研究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徐林东早上四五点钟就起床 读书 写文章 每天都在超负荷运作 他提炼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体系 具体涉及到史学理论的概念 目的 标准及方法 作用等 他更从微观角度 对自唐弃轻的史学批评 进行了深入研究 推动了学界史学批评研究的发展 1999年 中国史学史刚出版 这本书文风平时 叙述流畅 阐述了自先秦至二十世纪初年 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 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 把握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 揭示 在社会历史进程中 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表现 二者紧密结合 脉络井然有序 凸显出各相关历史时段 之史学的独特风貌与发展趋势 2019年4月23日 徐林东要为教育系统的干部 讲授一上午的课程 主题就是民族史 然后把中国这三个皇朝 把它画到所谓北亚史 也就是说它也不属于中国史 近年来 海外学术界有少数学者 曲解中国历史 假借民族研究之名 分裂中国 曲林东在第一时间产生了警惕 像这些我们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并且要基于有力的拨斥 今天我讲的这个课题 是从某一个方面 来拨斥这些荒谬的言论 看起来这句话都很简单 但思想内涵无比丰富 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 曲林东带领十多位专家学者 历史十年 主编出版了 《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五卷本 该书用现实关怀与历史研究之中 通过历史文化认同这一视角 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 揭示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 发展扩大升华的内在原理和深层流脉 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 基本规律和历史本质 论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这在我思想里面是有很久的那种积累 那种不断的变化 不断的提升 就是从赵先生出的那个题目 大学时候那个题目 也要受百姓的影响 一直在内蒙古这13年的 在民族聚居地区的这种耳无目染 这种影响力 教师这三周年的时候 总书记来视察我们师大 看我们的成果 就拿着这个书 从1981年回到北京 一直到2000年白兽仪去世 曲林东一直在他身边工作 2017年曲林东阶级出版 《白兽仪与20世纪中国史学》 反映了老师40余年的 治学历程研究路径 通常情况下 学者们为了避嫌 并不过多介绍老师的思想 我想只要我是很公正的 符合实际情况的 来介绍老师的 他的学术观点 这是很自然的 也是正确的 我经常说笑话 学生要不计老师的观点 我们怎么会知道有论语啊 论语不就是他学生整理的 这也是中国传统 所以我就很大胆地 发表了30多万字 评论白先生学术成就的文章 也正是在白兽仪的影响下 多年来 麒麟东专注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 和史学史研究 并出版了单本随笔 张网查来探寻历史中的智慧 文集选入了他自1982年 至2015年间撰写的一些学术文章 短暂与评论 共50余篇 分为史学共用 史家风采 史学传统 史学评论 史学与文化 日史杂谈 六个方面 全面汇集了麒麟东 关于中国史学理论 及史学史研究的代表性论著 近年来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讲话 讲到要建立 我们中国特色的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个 不成间断的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 对我们提供了 非常有利的条件 我们现在感到困难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好多同志 没有重视对遗产的研究 二十世纪以来 我们重视西方的东西 这在八十年代以前 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八十年代以后 当着我们中国 逐渐的强大起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 就完全照搬西方的东西 要建立我们 有我们自己民族特色的东西 我们有的东西 是外国人所没有的 他们应该能了解我们 当然他们了解我们 也需要我们的帮助 我们把它说清楚了 而且要用外国人 听得懂的方式 把它表达出来 这样让我们中国学术 走向世界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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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